说近日教育部人社部联合引发管理办法 首次提出建设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制度 对触碰歧视侮辱学生存在虐待伤害体罚或变相体罚未成年人行为等11类行为红线 且情节严重的查实审核后纳入黑名单进行管理 说国家医疗保障局组织开展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 14号在天津产生拟重选结果 本次集彩拟重选宽关节平均价格从3.5万元下降至7000元左右 西关节平均价格从3.2万元下降至5000元左右 平均降价82% 说近日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一发 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中学贷款政策通知 自今年秋季学期起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 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由不超过8000元提高至不超过12000元 全日制研究生由不超过12000元提高至不超过16000元 说第13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号到19号在广州举行 本届广交会首次以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举办 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为主题 说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为保障假期出行 民航局在每周超过10万班国内定期客运航班计划的基础上 已安排多家航空公司执行中秋加班计划4250班 国庆加班计划4406班 说教育部考试中心14号发布声明 近日该中心了解到 有部法机构盗用该中心名义进行所谓2022年全国普通高考 大型联合测评调研考试并收取费用 此举严重侵害了考试中心的合法权益与良好生育 说日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最新考古成果 山西大同新发现一处北魏时期墓群 经鉴定该墓葬所处时代是北魏国立日趋鼎盛之时 是近年来北魏平成时代墓葬的重要收获之一